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9月21日 莫斯科中央陆军激战莫斯科斯巴达 周二凌晨,俄超上演莫斯科打比 由莫斯科中央陆军主营莫斯科斯巴达 两队赛季至今同击10分 彼此皆无稳胜对手的绝对把握 此番交锋激战成何可能性不小 严格来说,如今的莫斯科中央陆军整体实力远不如过去几个赛季 今季投七轮战罢 球队仅加出三胜意和三负的平庸战绩 暂时排在联赛中间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 莫斯科中央陆军有两项数据非常有参考价值 其一是进攻 虽然军场攻入1.43球的火力 不算特别出色 但从细节来看 目前仅有一场联赛未有取得入球 其余场次 查路夫和艾祖克等球员均有不俗发挥 其二是球队上下半场呈现两个不一样的状态 上半场总能与对手斗得难解难分 而下半场便习惯性出现注意力不集中问题 往往被对手追平或反超比分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前仗上半场与胜比德斯保踢的难解难分 随之却在下半场被对手破门 这样的情况下 莫斯科中央陆军本轮不妨以保住合局为首要任务 莫斯科斯巴达经济整体表现与莫斯科中央陆军如出一辙 经济头七轮陆得三胜意和三负平庸成绩 而且仅有一场未有入球进账 不仅如此 莫斯科斯巴达也是上半场防守表现较好的队伍之一 赛季至今 多达六场保持0失球 其中0比0比分出现的场次为4次 1比0比分出现的场次为2次 如此有规律的半场比数简直就是球迷心中的明灯 令人担忧的是 莫斯科斯巴达做客能力重规重矩 赛季三次出征胜合复各一场 单场入球最多仅有一球 而对手近况也是较为起伏 因此莫斯科斯巴达金铺应该能够全身而退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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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